根據紐約州長庫默週二下午公布的數據 目前紐約州新增31例確診病例 總病例達到173例 威徹斯特郡的病例數破百達到108例 紐約市則是新增17例 總共36例 紐約州目前只有14例病患在住院治療中 住院率為8% 由於目前紐約州大部分患者來自威徹斯特郡 州長宣布从3月12日至25日共14天 在西羅希爾的疫區方圓一英里內 設立控制區 關閉學校等所有公共活動場所 但不限制人員流動和商家經營 將安排國民警衛隊進駐控制區 為當地家庭運送食物 協助清潔公共區域等 紐約市長白思豪10日表示 紐約市首位確診的39歲醫護人員 目前已經沒有症狀 預計再次檢測為陰性後將解除隔離 目前紐約市並沒有計劃 因武漢肺炎關閉任何公立學校 新唐人記者宇婷 紐約報導